好 今天是元宵节 园林县政府这里虽然因为疫情 取消了今年的元宵灯会 但是最早其实在民工54年 就举办过了第一届的元宵节 花灯展的北港镇这里 今年还是以灯会元香当作主题 用花灯把相同打造成时光隧道 要介绍北港的发展历史 另外在西楼镇这里 也以星球还有银河跟外星人为主题 打造出充满科幻风的外星灯会 一个个大头大眼睛的外星人花灯 站在用灯光打造出的时空回廊入口 欢迎民众进入太空世界 走进展区马上看到太阳系的行星花灯 接着还有各种颜色的圆形花灯 分布在闪烁的蓝色灯光上 看起来就像银河 另外还有一个太空人坐在月球上 这是云林新罗镇今年的外星元宵灯会 好像是摆那个功夫的招式 外星人啊 外星人啊 就比较有这边的特色 然后又有不一样的东西 虽然云林县政府因为疫情取消 大型的元宵灯会 不过各乡镇还是有各自的规划 除了西罗镇的外太空灯会 北港镇也有用花灯打造的时光隧道 在这个百年房子里面做一个装饰 在巷弄中有神兽造型的花灯 或者是用竹子打造出来的灯饰 从严丝奇纪念碑 一直走到水稻头文化园区 介绍北港镇的发展历史 北港镇最早在民国五十四年就举办过第一届元宵结花灯展 历史悠久 今年以花灯元宵为主题打造五大展区 让民众漫步在老街巷弄 边走边看 了解当地的发展过程 欢迎请不吴连安张春风吴建宏与您报道